在近50年的木雕实践中 孤柳熙设计创作了不下千件 涵盖传统与现代的木雕艺术作品 传统的吉花响鸟 龙虾鱼虫 戏曲人物 历史故事等潮州人民戏文乐剑的题材 是深谙潮州木雕传统记忆精髓所在的 孤柳熙的拿手好戏 这些作品构图上极为繁复 但大小 主刺 深浅脉络层层清晰 构图盈满 剔透玲珑 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是当代潮州木雕中精美绝论的木雕艺术真体 选材 设计 工具选用 打粗胚 细雕 魔光 金雕 上膝 上膝 贴金 每一个步骤在孤柳熙眼里 都有着耐人寻味的独特讲究 她看似轻松自如的每一刀 实则扣人心弦 稍有误差便可能前功尽弃 了然于胸的背后 是顾柳熙几十年逐一日的辛苦劳作 直到今天身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她 仍然每天都要动动手 仍然在不断学习 吸收新的观念 新的技术 我经常琢磨这些事情 老祖宗为什么会怎么都是这样做 但是学他的问题以后 我们怎么在家里去创新 我们潮州人有一句话嘛 吃到老 学到老 其实每一种东西你不学都能于就是白毁 除花鸟人物 鱼虾蟹斗 历史典故等题材外 姑柳熙对佛教大型造像也颇有造诣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她第一次代表潮州木雕走向世界 为泰国诸多寺庙造佛像 规模之大 工艺水准之高 令姑柳熙飞升海外 2005年 她又完成了潮州开园寺大碑店 顶制的七点六九米红木贴金 四面千手千沿 观世音菩萨下 你再撒我都会给你创 因为我是潮州人 我就是讲的这句话 因为我这一辈子在潮州立住 我有创一宗放在这里 我死死松松都会记住 老祖宗就创这一宗在这里 我是盟康 感谢观看